这个女孩明明曾被全网骂丑 而如今那些骂她的人 却都在听她的歌 她就是田小娟 永远越错越勇 先是因歌姿态露骨 而被官方台打压进播 再是到主打曲《Super Lady》 未尝只会玩概念接连翻车 谁看不说一句流年不利呢 可谁也没想到这首普通的收录曲《Fate》 却偷偷从网单500多名 直接匿集到网单冠军 因为是普通收录曲 公司甚至不愿意多花钱制作 还是这首歌在火了之后 那姑娘们来了个简易版MV 这首歌是非常有趣的 我评论在这首歌中的词 原来说我愿意的新的歌 就像个动作的感动 而女娃从出道开始 总是在上演绝处缝伤 还记得从最开始公司 没有给好的出道剧 严小娟就一人批了三天 写出了这首聊家家 只用二十天 聪明不见经转当一位 出道剧巅峰 再到后来成员退团 他们用一首枪拨 再度飞升 试问当代年轻人 有谁一次都没有听过这首歌呢 后来歌曲呢 MV更是打破激怒 有人避他衣着暴露 扭来扭去 但他却大声唱着 我生来赤裸 思想不正的事命 全新的风格让他们的组合 在同代旅团里读书一致 而那个曾经自己也承认自己丑的姑娘 念神却越来越坚定 作为队长的她 总是会把歌曲中最适合成员的部分 找给不同的人唱 也因此她被误会有野心 多把凭凭拍 但成员们自己知道 一切歌词分配都是公平的 所以我和美�媛都 这部分都选择了 所以我真的选择了 真的吗 我真的选择了 选择了 选择了 美媛都选择了 所以我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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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么更新的辩解 而是一次又一次 用实力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喜欢这期内容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我们的些人 跟他们的声音 这种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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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所有人都在负责 我认为了 你认为了 我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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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了